上帝有祂的时间表 神做事有祂的计划 时间和目的 我有等候的时候 才是我们最能成长的时刻 也可能成了我们最大的转类点 这是一个不懂得等候的时代 人们只讲究效率要快 但是一个人如果不懂得等待 他尝试在危险中 人若不懂得在红灯前等候 必会出乱子 多少车祸就是等不起红灯闯红灯 而音乐若少了修指符 就不能奏出美妙的乐章 当然人生也会有很多的亮灯红灯 所以等候是基督徒 绝对不可少的功课 上帝有祂的时间表 神做事有祂的计划 有祂的时间和目的 我们的时间表就是 想要得什么便要立即拥有 想做什么就要马上去做 我们不能等也不想着等 我们也尝试如此 我们不明白神的时间表 也不接受祂的计划 我们不懂得等待 如果得不到我们想要的 我们就埋怨感到失望 为什么神祢不听我的祷告 主啊祢到底在哪里 祢为什么迟迟不来 祢为什么故意拖延 弟兄姊妹 我们一定要知道 上帝有祂的时间表 神做事有祂的计划 时间和目的 而上帝做得最好 祂的时间最好 所有上帝的子民 都得学会等候的功课 才能够经历到上帝的大能 和祂丰盛的供应 没有人喜欢自己的事遭到拖延 忍耐是从我们生活中 所结出的圣灵的果子来 忍耐等候的功夫是借着 长期与神同行 行过走过生活的顺境与逆境 以信心勇敢去面对 每一天的现实生活环境 所结出的果子 这些美好的生命品质 能够超越环境的知足跟喜乐 不是天生就有的 是学来的 神不给我们想要的 是为要把最好的给我们 我们最好早点学习 放下我们的时间表 降服上帝的时间表 神的言辞是为了更大的荣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